這個演唱會有點騙人 不是 因為根本就不是2.0 已經到了5.0還是8.0的吧 我們的音樂總監就說 哇 這支的歌迷真的很開心 因為都不一樣了 對 全面升級的規格 絕對不只2.0 黃心霓日前在小巨蛋 舉辦書館 HIGH 2.0世界巡迴演唱會 進化的版本不只小小改變 舞台視覺及表演都大幅翻新 開場一群人 從五層樓高台降落的震撼 讓大家驚呼連連 以前可能看過很多歌手 是從天而降 可是我們沒有看過一盤的人 從天而降 20個人從天而降 也是一個蠻需要克服的一個重量 對 這個時候在開會的時候 有很多困難嗎 就是導演有這個想法 然後可其實我們也有備案 就是可能至少少一半的人想去 可是大家都往這個 就是加我21元的這個 重量的目標去用力 然後最後我們做到了 但是在這個樓上的時候 就是我在樓上拍拍的時候 我就說 我就對台下燈光師說 有沒有需要調燈 我已經差不多接近到貓到了 我可以幫忙聽得很高 已經到最上面了 然後整盤人這樣下來 還要維持了其實 可是平衡也要穩住 平衡要穩住 安全也很重要 所以其實在這個部分 我們測試了蠻久蠻多的 連唱兩天的王興玲 第二場卻強碰 肖靜台雲經紀人 Summer的世紀婚禮 好趁半個演藝圈都共襄盛舉 也不免讓人好奇她的心情 聽到大半個演藝圈都在世紀婚禮那邊 自己心情有心意驚一下嗎 想說心友會不會都不在這樣子 也不會 因為我覺得那是喜事 對啊 那就是如果不開演唱會 我可能也很想去 謝謝大家百忙之中 從世紀婚禮還是 因為你知道人家標題怎麼寫 它寫說大半個演藝圈都在世紀婚禮 對啊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另外一個在這裡嗎 我跟你講 因為我跟你講 所以昨天有很多人都來這裡 因為他們說 13號要說我理解 我明白 除了兩天精采的演出之外 今天還有受到一個玻璃血 請問妳怎麼沒穿上呢 然後 妳腳的大小補合嗎 就有點小了 實在是穿不上 妳外圈妳不知道會穿 我不知道 我沒有想到清風 清風他會 他本來有開玩笑說 喔 OK 那個為了這個世紀婚禮啊 我們呢就是要 我呢就穿上高跟說 妳真的要這麼犧牲嗎 這樣 結果沒想到他是 拿了一雙玻璃鞋 因為死在是他穿不下 真的穿不下 因為我都穿不下 因為我穿了一雙玻璃鞋 這樣是什麼 好 愛情說妳可以在哪裡 呼應那個歌詞嗎 它是有一些什麼義勇歌詞嗎 哪裡有啊 這樣子也可以問 看起來玻璃鞋啊 這樣也可以問 歌詞 妳的歌詞啊 那你不如說會姑娘好了 好 它是有多數 怎麼辦 怎麼了 怎麼辦 這個 好 下一題 所以清風是明白妳的狀況嗎 下一題 清風她所穩妳有很愛情嗎 不會 她如果 她如果真的 其實我剛剛很靠近 她如果真的 妳有可能 身上來的話 身上來的話 我會 身上來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我就在靠近她的時候想說 她有沒有要躲 如果沒有要躲的話 我也是滿驚訝的 那就這樣 就趁妳自然的發展 我們以為妳們剛會生氣 想看嗎 對啊 對啊 那我們已經說 哈哈哈 人家 像請地圖 使人 continued 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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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可